隨著颱風山陀而持續向西移動 外圍環流已經對花園交通造成災害 在30號的降雨量都來到東半部地區 尤其在花東都有達到160毫米的雨量 而新北市及屏東也都有100毫米以上 氣象署也針對台東山區 發布大毫雨發生的可能性 短延時強降雨 尤其在花東、恆春半島這些地方 都有來到10雨量40到60毫米左右 另外在宜蘭、新北、大台北這些地區 大概10雨量也都來到20到40左右 像這種強對流一進來的時候 瞬間的雨勢 甚至可能帶來一些比較強的陣風 比如像今天中午前後 在成功這些地方都已經觀測到10級的陣風 必須要留意的不只是雨量 颱風帶來的強陣風也不容小覷 1號到2號將是影響台灣最大的時候 恆春半島、南雨、綠島 會有10到12級的強陣風 而屏東、台東、澎湖、馬祖 也會有9到10級的強陣風 其中在2號南部地區 則是容易有12級以上的 旨災性強風 未來在整個颱風接近的過程當中 今天晚上我們剛剛提到 颱風接近當中的時候 東半部跟恆春要注意 會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會 尤其台東山區會有 局部大好雨發生的可能性 此外在北部跟南部 這時候可能都是一些比較像間歇性的 陣雨出現 颱風山陀爾目前結構保持完整 強度已經接近中台上限 甚至接近強度颱風 而且還在持續整強中 民眾人要加強留意颱風帶來的風雨 原始新聞一顧羅奧台北市 採訪報導